大家好久不见啊 我又带着手帐回来了 前段时间有几个小伙伴问我 什么时候更 我还是挺感动的好吧 前几个月没有更 是因为正好考试比较忙 再加上就是月底的时候 三脚架不在身边 所以说没法录视频 所以说就没有发手帐 这个月嘛 虽然说有点晚了 但是毕竟放假了 所以说我还是发一个五月的手帐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吧 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新的成员 奇亚一只兔子 一只两岁大的兔子 画的时候吧 大概就是先拿 就是几个图形 把它们身子呀脑袋 就是大概的比例和位置 给摆一下 然后画好之后 就确定比例没有问题了 再用就是笔 再去画细节 勾线的时候就注意 不要直直地勾出边缘 就画出毛的那个质感就可以了 就我照着照片画 只是做一个参照 没有追求一不一样啊 毕竟还是不想花太多时间 去画一个手帐的插画 下面再画的这个 就我们学校的校徽 因为上个月一个月都是期末考试 所以说找不到什么比校徽更好的 就是代表期末考试的象征了 因为和之前一个月的主题不太一样嘛 所以说这回每个插画都互不搭边 你们如果也有类似插画总结作封面的话 就也要注意一下色彩的搭配和排版 画之前大概先拿铅笔码一下位置 就你们注意一下就颜色啊 还有排版不要太违和就可以 你们应该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这个校徽没有用尺子 也没有画得太对称 但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画的东西吧 自己能看懂就可以 主要还是抓住基本的形状吧 就一般大概形状什么的差不多了 就只要不对比原图看的话 都会觉得比较神似 我感觉要是追求比例一比一的话 就画起来太慢了 这样的话反而不容易让大家把 就是手上的记录坚持下去 不用追求太精美 只要每个月坚持画下去的话 总会有进步的 在这画树罐的地方 我用的是乱笔画法 这词是我自创的 就画树罐的话特别省时间 而且大家都能看出来这是棵树 就是细节太多的地方 有时候可以用类似质感的 那个乱线画就可以了 就是怎么说 就神似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这就是几分钟的插画嘛 所以说在勾的时候我也没有画太多的细节 颜色也就只用了一个灰色来意思了一下 因为这个兔子大部分就是深色的地方是灰色的 然后灰色还能画一点阴影 不用太多颜色吧 反正会显得比较干净 就是大概神似 画完这两个插画之后有点懒了 不想画了 左上角空着我就写了句话 也算是对四月的感慨吧 左边这四月的总结算画完了吧 右边就开始用插画画一些对这个月的一些期待 就比如说能回家看我们家狗了 然后这个照片就也是参照 不过这个比例我可能抓的不是特别好 想必大家在我画草稿的时候就大概就是看这个对比 就已经能看出来了吧 就不过我没有太纠结吧 因为这个怎么说 就我能看出来这只画我们家的狗 所以说我觉得就算是达到就是它在这的目的 右下角画了我们家狗 那在右上角我就画一个飞机 因为马上我这个月就要回国了 非常期待 像飞机这种东西的矢量图吧 在网上很好找 所以说你们如果有东西不会画的话 也可以搜网上的矢量图来做参照 矢量图一般就 形状都比较简单吧 不会说你要是搜手绘的话 他们可能会给你搜 就是可能会给你出来那种很复杂的那种绘画的结果 就跟之前的那个兔子一样 勾线的时候要勾出毛的质感 用单色笔很草的就是画一下阴影代表那个颜色 我之后就拿灰色去加了一些阴影 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我以不太满意的结果告诉大家 颜色还是尽量少用 整体画面会看起来比较干净 然后这可能算是一个失误吧 毕竟五月标题我用的是就是那种很亮的仙草绿 然后棕色在旁边就可能不太搭了 我想让颜色更搭一点 就把这个枕头也用绿色给涂了 不过这种笔触可能算过不太好 就会显得画面比较乱 我是已经画上了 所以说没办法改 只能在狗的周围一圈 然后又夹涂了一层 就像是做枕头凹的圈那种阴影 因为暑假了嘛 所以说一定要有页来写这个暑假的安排 毕竟暑假那么长嘛 标题换了一个字体 试了试 然后还可以吧 下面是具体怎么把这页用起来 这个版面是阅历 因为暑假自由时间多了 所以说这回阅历我就用了占两面的大格子 每个小方格是七乘七 不过每个本都不一样 因为我布置的时候已经是三号了 所以说前面第一周的那个格子我就没有画 还有就是我没有左右对称的去画 而是把这个月的阅历表格放在了偏左上的位置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有一种打破平衡的美感吧 就这个右下角的花瓣 你们应该可以看出来就画得比较崩 不过我之后努力拯救了 所以说最后整个画面看起来不会太就是看不过去 根据我的需求 我这个月画了一个日程表 虽然是暑假吧 但是因为有实习 所以说其实时间也不是特别的灵活 还是需要一个日程表来帮助自己来规划一周的时间 每列是三个半格子框 左边是时间轴 这些的话呢 又归宿了我九月份那会儿刚开始的习惯记录表 对了 就是当大家不太会画画或者说懒得画的时候 也可以用不同的挺相配的那种颜色 来让版面变得稍微有趣一点 然后这儿的绿色和黄色让我感觉很有春天的感觉 至于这个表是怎么用呢 就横轴是日期 纵轴是想记录的习惯 如果哪天哪项做到了 就把那个格子涂上相应的颜色 这样的话一个月下来什么机关养成了 什么机关没有就可以一目了然 像起床时间什么的这种也可以写上数字 为什么要写这页呢 主要就是因为回国之后不是有淘宝了吗 就很多东西都很便宜 所以说我就想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成功消费 希望以记录的形式 就是买之前先写一下 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容易让自己理智吧 左边这页就是提醒自己回国装向的时候 千万别忘带什么东西 然后这一条一条的并不是我不一画的 而是说就是在上一页 可能用了那个酒精性的笔吧 它就印到背面了 所以说还好这一面是回国装向 要不然的话这可能会比较毁 就是一页整体的画面吧 右边这面就画着盘子画着碗 就是大概能猜出来就是 有关于吃饭的嘛 就怕自己就是突然哪天不知道该做什么吃了 然后就提前先写上几个主意吧 就是一天三餐都能做什么 都能吃什么 都能带什么 这样的话就是节省思考时间 这页呢就是给自己一个地方 把一些想法记录下来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突发奇想吗 但过一会就忘了 然后这儿是一个例子 就写完之后用气泡边给框起来 我觉得比较好看 这页的话就跟之前一模一样了 就写当天计划完成的事 然后做完打勾 五月的手账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订阅关注 然后期待下一个月的视频 那就先拜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